这不是秃到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 要是潘老亲呢 那皇上老爷子您的亲妈 那可是我龙克多的姑母娘 那往近了说呢 那亲姐姐又是您的亲媳妇 我们这儿啊是大国旧 看古迹讲故事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雍正初年的重臣龙克多 那可是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两辈子的宠臣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就是要聊聊这龙克多 为什么会被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两辈子皇帝信任 最后又为何落得一个圈禁至死的 那咱们从哪开始说起呢 咱们就先得啊 从这个龙克多的名字开始说起 这龙克多呀 他可不姓龙 他姓什么呀 他姓童家 他叫童家龙克多 您看这电视剧里啊 同僚们一口一个龙的人叫着 其实龙克多只是他的名字 就跟那个和珅 敖拜 明珠 索图一样 这都是名字 没有姓 他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满洲人啊 他重名不重姓 不是申盘提到了呀 也没人跟您提 他姓什么 这童家式的先祖 并不像满洲其他功勋贵族一样 是和这清太祖努尔哈赤 一起拉起队伍的老哥们 这个家族 祖居开源 他们家族的掌门人 同样正 在开源呀 是个大商人 利用马氏和明朝人做生意呀 赚了不少的钱 后来努尔哈赤围了开源之后 这童养症狠实实物 就斜着一家大小啊 归顺了大清 那会儿啊 还叫后金韩国 这童养症有钱呢 于是啊 他就扶持自己的亲弟弟 童养性在朝中为官 或者童养性可有本事 帮着这个太祖努尔哈赤啊 破辽 以及打吕顺 打斧顺 都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早在这太宗年间呀 这童的呀 就和这个爱勋觉罗联姻 有人说不对吧 太祖的原配媳妇 哈哈那扎青 不就是童家是吗 可您别忘了 这个哈哈那扎青啊 他和这个龙和多 可就不是一家了 同样正有个儿子呀 叫童涂赖 这两位呀 您听着可能还有点耳声 不过这童涂赖呀 人家可是生了一个好闺女 谁呀 孝康章皇后啊 就是顺治爷的媳妇 康熙爷的妈 孝康章皇后 有俩弟弟 也就是说呀 这童涂赖 还有俩儿子 就更有名了 童国刚和童国为 童国为他们家老三啊 就是咱们今儿这部书的主角 童家龙科多 有人说又不对了 这龙科多 那不是童国为的侄子 童国刚的儿子吗 这这这 这您就属于啊 是拿电视剧当了正史了 这电视剧雍正王朝里 之所以说这童国为 是龙科多的六叔 那是有原因的 这编剧导演 这么安排啊 是为了突出 童家是一门 在政治上的团结 如果电视剧里说 这是父子爷俩 那么在朝局上 商量啊 定计谋啊 那不是应该的吗 如果把这个人物关系 设定为书职 那不就更显得着 童家是家族的团结吗 正格的啊 这童国为 是龙科多的亲爹 他不是六叔 到了康熙年啊 这童家是就更了不起了 因为这童国刚童国为 从这国舅爷呀 一下子就变成皇上舅舅了 不但如此啊 亲上加亲 这康熙皇帝啊 还纳了他的一个表姐 和一个表妹为妃子 这表姐是谁呀 就是后来的孝仪人皇后 康熙皇帝的第三任皇后 这表妹呢 就是雀慧皇贵妃 是康熙皇帝的妃子 他们二位啊 是童国为的闺女 孝仪皇后的弟弟 雀慧皇贵妃的歌 就是这龙科多 您想着外戚做到这个份上 孤子两辈子皇后 那是白当的吗 所以这童家呀 在大清王朝当中 就有一个别号 叫童半朝啊 这童半朝什么意思 就是说呀 在这康熙朝 广这个中央六部 童家就有当官的 108位 和这个梁山好汉一边多 这童家是外方 到地方的官员 就更多了 五百七十七我 哈气 人家家叫童半朝 您说这是吹吗 这吧 要说童在这几百个当官的里啊 最得天独厚的 就得数这龙科多了 为什么呀 这不是秃到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吗 要是叛老亲呢 那皇上老爷子 您的亲妈 那可是我龙科多的姑母娘 那往近的说呢 那亲姐姐 又是您的亲媳妇 我们这儿啊 是大国旧 其实啊 还远不止于此 在龙科多幼年的时候 康熙皇帝很喜欢他 早早的 就把他接到了宫中教养 后来啊 又成为了这康熙皇帝的小侍卫 康熙二十九年 乌兰布统之战 那可是这童家是露脸的一场大仗 就在乌兰布统的萨利克河边 这大清帝国与准个二韩国 打了一场大仗 童家的掌门人童国刚 就死在了这场大战当中 因为康熙皇帝的喜爱 当年还是少年郎的龙科多 就随着这康熙皇帝 御驾亲征 没少下草原 围追堵截嘎尔丹 这龙科多自己就是说 在大战当中啊 我就是给皇上爷牵狗的 永远啊 在康熙皇帝的前头 可想而知啊 这康熙皇帝 和自己这个小舅子的感情啊 那是深厚的 既然喜欢嘛 就得给官子做呀 这康熙皇帝啊 其实早在康熙二十七年 就给自己这位小舅的龙科多 安排了不错的官衔 兽医等侍卫 着鸾衣室 兼整蓝旗蒙古 副都统 这鸾衣室是干嘛的 鸾衣室就是负责 皇帝出巡鸾驾的安排 在这儿啊 给您介绍个故宫的小知识 这鸾衣室 它在哪办公啊 您来到紫禁城啊 一进这乾清门 直接就奔左手拐 走到头 往右一拐 第一间房 那就是鸾衣卫 也就是说这龙科多呀 虽然官职不是恨大 但是现在就已然是天子进尘了 首先说呀 他离得就近 因为这鸾衣卫呀 他爱着男书房 所以说嘞 这皇上姐夫啊 天天能看见他 可说这官啊 他当着当着 当茶屁了 康熙四十四年 朝鲜就下旨 隔去了龙科多 副都统 鸾衣室的官衔 只剩下 在一等侍卫上行走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说 这龙科多是因为临阵脱逃 才被免了职 实际不然啊 龙科多是吃了手下犯罪的瓜烙 所以呀 才烙的一个丢官罢职 您不用替他担心 他远不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 过的呀 是那么样的落魄 您别忘了呀 他可是朝中重臣 同国为的亲儿子呀 再者了 这身上啊 还有一等侍卫的体面 怎么着也不至为啊 把自己的随身配刀都送到当铺里的境遇 这龙科多再次被启用啊 那可是康熙五十年的事了 在四十四年和五十年之间呢 您也知道 发生了不老少的大事 九子夺嫡啊 开始喽 这朝堂之上是乌烟瘴气啊 满汉大臣是各自围绕着皇子 拉帮结派 皇长子印之 掩阵太子 圈进 皇八子印四 行为不端 圈进 太子应仍更是大师隆心 两次被废 最后也落得个终身圈进 在这个人人都战队的时候 这龙科多也不例外 他是武将出身 所以啊 和这带兵的大个印之 关系交好 最初啊 他是这大千岁一党 可是啊 这猪一样的大千岁印之啊 在第一轮皇子斗争当中啊 就被挑落马下 败下阵来 要说这龙科多呀 他真是个聪明人 自此以后啊 他再没站队 他抱胳膊跟忍了 来了个静观其变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 康熙皇帝才看中了这个小舅子 他认为这龙科多呀 可以 君子不党吗 不结党啊 自然就不营私 是可以信赖的 于是 这康熙皇帝 就把一个重要的官职交给了富贤已久的龙科多 什么官职啊 提督九门的布君统领 在这清朝官场上叫白了叫俗了 就叫做九门提督 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啊 还给加了个文职 就在康熙五十九年的时候 写李帆院上书 康熙皇帝深知 九门提督一职 关系重大 因为这九门提督负责京城防务 谁做了九门提督 那就是皇上 把自己一家大小的身家性命 托付给了他 可是话又说回来 这九门提督他不好当 很多人巴结你是真的 那些个巴结你的人呢 也多数是想拉你下水 更何况 这是众皇子争夺处位的恳吉儿时候啊 就说 这龙科多的前任吧 九门提督托和齐 他是太子一党 借着九局的机会啊 经常替太子拉拢人心 最后竟然损恿太子 抢班夺权 有意谋逆 东川事发以后啊 落得下场何其惨啊 康熙皇帝一生宽人 但是他绝对不能容忍 有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 撼动自己的政治权威 进尘不行 儿子不行 皇太子未来的储君也不行 因为这件事啊 太子应仍二次被废 脱个旗啊 被关进了天牢 一寸多长的大钉子呀 把四肢钉在了墙上 活活给钉死了 康熙皇帝当然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小舅子有如此的下场 于是啊 他就经常嘱咐他 我们今天啊 能查到当时康熙皇帝给龙科多的猪批 就有两处都是盯住龙科多如何做好九门提督的旨意 其中一封啊 颇有家信的口吻 一看啊 就是给自己的小舅子兼表弟的 你只需行为端正 秦锦为之 此任得好名声男 得坏名声义 你的兄弟子侄及家人之言断不可取 这些人初次靠办一两件好事换取你的信任 之后必定对你欺诈哄骗 需时刻防范 甚至免之 翻阅康熙朝满文猪批奏折 在这里边啊 又查到了一条康熙皇帝给龙科多的猪批手谕 这里边的口吻呢 那就是皇帝写给臣子的了 九门提督责任重大 第一 所有看管地方 勿须严防固守 第二 后代士兵连结自律 不生二心 舍身报效 这龙科多呢 自然也是感激皇上的龙科多 尽心竭力的报效主子 可是您想啊 这人 他能没有私心吗 哎 这龙科多呀 他也不例外 他不是不接党 他呀 是看不起那些个皇子 他想找一个胳膊跟粗 最终能够登上丹池 做到皇帝宝座的人的大腿豹 于是这龙科多呀 走道都低着头 就看哪位皇子的腿粗 康熙晚年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是想把自己的皇位 传给老四还是老十四 这全往上下呀 已然聊的够不够的了 在这儿呢 刘师我呀 也不想多废话 可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 在康熙晚年的时候 康熙皇帝 对德飞娘娘所生的这两个儿子 那是另眼看待的 非常喜欢 在康熙朝的最后几年 既天既地既祖灵 那都是老四应真的活 西北动起刀兵 康熙皇帝犹豫都没犹豫 就把十万大军和大将军王的称号 给了老十四应提 所以在康熙晚年 康熙皇帝心里 储君必然产生在德飞娘娘 这两个儿子其中一人身上 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事 咱们不能啊 猜测古人是怎么想的 但是咱们可以分析事件 大将军王老十四用兵西北 这康熙皇帝就曾经给老十四写信 让他多结交龙克多 说这龙克多既是忠臣又很聪明 没过多久 这十四就给皇上回信 说阿玛 您说的对 我确实感觉到这龙克多 他甚好 确实是个聪明人 这样吧 要不我回去伺候您 您让这龙克多来西北 接替我打仗吧 皇上看过十四儿子的来信 那绝对是心里 有一万匹羊驼奔腾而过 这老十四的理解能力 也就这样了 皇上让你结交北京城的 治安最高长官 就是为了让他 能够到西北去替你打仗吗 十四啊十四 脑子不够用啊 我想这样的话 这皇上肯定也透露给过老四 就在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帝下令 雍亲王印针 九门提督 龙克多等六名皇家贵胄 以及天子进尘 视察通州仓物 可这好模样的 为什么要视察仓物呢 因为通州仓啊 是国家直属粮仓 负责整个京畿的粮食调拨 这就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皇家贵胄 大小陈宫 以及八旗驻军和京城百姓 不但如此呢 全国各地哪要是闹了灾 在不影响京城粮食供给的情况下 也得从通州仓调配粮食赈灾 可是就这么一个重要的部门 也出问题了 各部大员 八旗的首领们 都走了通州粮仓库司的门子 各自啊挑了自己专属的粮仓 正向的把好粮背到自己的粮仓当中 方便自己家族取用 其他的粮仓啊 贺者装的是陈年的粮食 贺者呢已然半空了 这就导致呢 看似通州大仓当中啊 一片的粮仓 里边所处的粮食 不但质量不一样 数量也不一样 皇上当然是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于是啊就下了督察组 这督察组的组长 自然是身份最高贵的四爷印针了 为了谈压地方 还特地派了九门提督 加入到了这个督察组当中 看似这督察组只有六个人 不过这里边啊 管得住皇亲国际 也管得住六部大员 同时也镇住了地方诬赖 这六名督察组成员啊 是两人一组 共分为三组 当然了 这雍心王把龙科多安排了和他一组 这二人啊 在工作之余就免不了啊 要促膝长谈 这其中对未来的皇位有没有谋划 您自己去品 咱们在这啊不做分析 总之 这个差事办完没过多久 这康熙皇帝就病在了畅春园 九门提督龙个多 负负责畅春园的一切安全防务 这康熙皇帝有旨啊 包括众皇子在内的满朝成功是一律不见 正宫我在畅春园啊 要安心养病 可是啊 只有一个人能够定期往来畅春园 给这皇上老子请安 谁啊 这就是四爷 雍亲王印针 虽然这印针啊 顶着领世卫内大臣的官衔 但是不和九门提督混好了关系 这时时能够进出畅春园 可能也不是很方便 雍亲王印针和龙个多千丝万缕的关系啊 还远不至于此 精彩回幕就在下回 康熙皇帝驾崩畅春园 这龙个多才要宣读 遗诏